天灾爆发第79天 吴家大小姐看上坛塌 其哥哥竟欲为两人说没 吴少主 我有老婆的这种福气 我受不起 坛塌被吴唐的这一招给弄猛了 这都漠视了 还沉浸在封建时代的风俗里呢 吴琉琉文言抬头看向哥哥一脸疑惑 不是说坛塌没有女朋友吗 吴唐摆摆手 古代都有曲平期的 更何况现在都漠视了 有能力的男人只要想 三七四七也都不是问题 更何况琉琉也不会在意的 听着哥哥的话 吴琉琉竟然没有生气反驳 原来吴琉琉自小在大家族里长大 知道除了貌合神离的父母之外 他和哥哥两人 还有不少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连自己母亲都劝道 不要想着什么男女之情 找个强大的男人让你依靠 别管他身边的阴阴厌厌 只要抓住他身边切身利益就行 谈他有老婆如何 只要自己嫁给他 生了儿子便能分薄他的爱 再将原配挤下位置 不是手到擒来的是吗 谈他看向吴琉琉 不由觉得这世界玄幻了 吴少主吴小姐外面未婚 还比我好的男人数不胜数 我也没有背叛妻子的想法 还请你们收回这好意 我销售不起 吴琉琉的脸色一下变得难看 连吴唐本来的笑脸上 也没多少笑意了 谈他才不管兄妹两人的态度如何 吴唐好歹也是吴家的少主 怎么还坚持拉皮条的活地 辜负吴少主好意了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吴唐仍是带着笑意 真是有些可惜 不过谈先生永远是我们吴家的朋友 只有有任何麻烦告知我们吴家 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谢谢吴少主的好意 等谈他离开会客厅后 一直站在暗处的吴绍容走了出来 儿子 你为什么要将刘柳架给那名不见经传的臭小子 还要给他做小 他也配 吴唐吃笑一声 名不见经传 你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动一动你被酒色腐蚀了的脑子 蜜血和圣血药剂多难得 魏家田家每次都为这药剂争得头破血流 他能轻松碾压魏力纯身边的第一爪牙魏幕 恐怕是打的不是低阶药剂 战斗力不俗 况且他那神情自若的样子 他这个人心里承受能力不低 哥哥的意思是 盘踏背后也有势力支持 这个不清楚 但是没把他拉倒 咱们家确实有点遗憾 刘柳 你要用点心 这男的大有可图 今天的是不要对瞧瞧说 你若是真应了吴家的招揽 往后我们在S城不说横着走 但也没人敢随便动了 吴家魏家都是精明的商人 你从他们身上涂一倍 他们能在你身上拿回百倍 哪里有那么多的好事 也是 对了 今天你看到那个魏力信很不对啊 是不是有事 对 那个魏力信 就是当初在A城准备 将我们一举嘎了的脸谱组织老大 什么 他认出你了吗 名人震惊无比 不清楚 但是当时我们俩 只是远远观望了一眼 而且还下着大雨 突然谭他不说话了 只见前面几个身材健壮的 黑衣男走了过来 谭先生 我们老板有请 谭他看向站在不远处 车前的魏力信 对他点头致意 谭他和名人对视一眼 先生 我们老板 只见谭先生一个人 他哥 疑人 没事 你先回去吧 也许魏先生只是邀请我喝个茶 谭他拍了拍 名人的肩膀给他安慰 这么硬核的邀请方式 搞得谭他心里有点不妙 但是他也不怕 他要赌一把 如果魏力信认出来他 他也想试试系统新能力 他有把握全身而退 如果没认出来 那谭他就可以开始布局了 魏家同样是一个不输于吴家 甚至从外面看起来 比吴家还要豪气的庄园 几辆气派的车辆一次开进了庄园亭下 豪华的客厅里 我们真是老了呀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精神帅气多了 面旁全然陌生的男人 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魏少主 您这是 你叫我阿信就行 今天这顿饭是给谭先生赔不是的 阿纯年少轻狂 任性行事 此番给谭先生添了不少麻烦 还望海罕 魏少主 言中了 你们不追究 我已经是姓氏 谭他看不清他们的目的 先礼后兵 魏力信仍就温和地笑着 谭先生总让我产生一见如故的错觉 咱们是不是有缘在哪里遇见过 谭他脸上露出迷茫 真的见过吗 为什么我没印象 我自认记忆力不差 像魏少主这样人中 龙凤只要见了一定不会忘记 魏力信顿了顿 而后一笑 举起酒杯道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喝一杯 一直笑咪咪的男人一拍手掌 云嘉宜姐不宜姐 我高震也是个爱惜人才的 今天吴家晚宴 没有去看到谭先生的风采 真是遗憾 不知我们魏家是否三生有幸 可与谭先生共事 原来他就是高震 谭他内心翻涌 呵呵 今天还真是看得起他谭他 高震这代S城呼风唤雨的人都来了 贵人们说笑了 我自知几斤几两 我一个小人物 怎么能入您魏家的法眼啊 在这世道 我只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小地方 活着就行 不想参与S城纷争 不是朋友 那就是敌人了 就在魏家庄园里 剑拔弩张之时 外面的天空之上 突然落下几滴 零零碎碎的雨滴 落在一些幸存者的帐篷上 竟然瞬间融出黑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